查尔斯三世即将迎来人生中另一个高光时刻 10月18日 英国国王将写妻子 英国王后卡米拉正式开始对澳大利亚和萨摩亚的王室state级别访问 此次访问是查尔斯三世自登基以来 首次以澳大利亚head of state的身份访问盖国 也是他首次以英联邦元首的身份访问英联邦国家 毋庸置疑 对于查尔斯来说 此行访问的意义有多重大 为了这次访问 查尔斯在精力和体力上也是做了充分准备 自九月份到达苏格兰以来 查尔斯就刻意减少了公务量 在苏格兰这一个多月 除了日常处理红盒子文件和定期与批拥的会见 查尔斯共计出席了七场公务 一位王室助手也透露 在王室访问前的两周 国王的行程也被刻意安排得相对轻松 毕竟 访问澳大利亚是件大事 他需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10月7日 据每日邮报最新报道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访问 查尔斯也决定在访问期间暂停自己的癌症治疗 今年二月份 在接受前列腺手术时 查尔斯被发现患有癌症 自那以后 虽然在四月末已经恢复正常公务 但事实上 查尔斯也一直在接受癌症治疗 而 此次去澳大利亚和萨摩亚的访问日程 安排得紧凑又密集 据悉已经75岁的查尔斯和77岁的卡米拉 每天合计要出席时常以上的公务 而结束在澳大利亚的五天行程后 查尔斯和卡米拉紧接着就要赶往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 进行国事访问 并于10月23日参加在那里举行的 Commonwells Head of Government Meeting 这也是老查首次 议员 首身份出席会议 为了行程顺利进行 在获得了医生许可的情况下 查尔斯决定暂停11天的癌症治疗 不过 从王室驻守那里获得的消息 老查出访时 会有随行医生 而在出发前 会一直接受治疗 回到英国后 也会立刻恢复治疗 不得不说 这次跨越12个时区的背对被访问 对如今的查尔斯来说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体力和耐力的考验 据悉 卡米拉和朝 陈之前都劝查尔斯要放慢节奏 但热爱工作的老扎 拒绝听取这样的意见 并坚称 他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保持活力 而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对他来说 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老扎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 但老辈王室成员 延续下来的职责第一的传统 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在查尔斯这里 履行国王承诺要高于一切 甚至是他的健康 也正是这个原因 尽管身患癌症 但自从四月份复工到八月末 查尔斯一直是出于一个相对来说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在继位后发表的第一次全英国讲话中 查尔斯也重复了他母亲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当年的终身服务的承诺 所以 因病提前退休之类的 老查这里应该也不可能的 当然了 威廉王子也不希望他爹退位 目前来说英国王储还是希望能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家 毕竟三个孩子还小 而在妻子威尔士王妃凯瑟琳患了癌症后 威尔士亲王的这种想法想来应该是更强烈了 75岁还身体一般的老查 这边没有提前退休的任何意思 但卢森堡大公 69岁的亨利却早就预谋要退休了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乔治王子这位未来的国王 也是一名热爱飞行和潜水的孩子 出生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 他的成长承载着沉甸甸的王室责任 但是 与过往的王位继承人相比 乔治的成长轨迹截然不同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打破了许多古老的王室传统 给予了他更多自由和快乐 这位王子不仅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 还在大海的深处发现了自己对水费潜水的狂热 他的生活 在责任与探索之间 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平衡感 乔治的成长 既承起了家族的辉煌传统 也融入了更多现代化 个性化的元素 这种新旧交织的方式 给了这位未来的国王一个充满冒险和自由的童年 今年9月初 年仅12岁的乔治王子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 在教练的陪同下 乔治掌控了飞机的操作 感受到了从空中俯瞰世界的机动与自由 对许多人来说 飞行可能是一生难以企及的梦想 但对乔治而言 这是一门他必须掌握的记忆 他的曾祖父菲利普亲王和父亲威廉王子 都是杰出的飞行员 飞行早已成为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在飞行的那一刻乔治的心情或许是复杂的 飞机冲上云霄 带着他离开了地面 离开了那些他已经熟悉的一切 高度在不断增加 广袤的天空仿佛在呼唤着他 向他展示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教练在旁细心指导 父亲威廉也在耳边鼓励着他 而他作为未来的国王 必须学会掌控的不仅是这一架飞机 还有未来的命运和国家 威廉王子曾在英国皇家空军和东安格利亚空中救护队担任搜救援 执行过无数危险的任务 对威廉来说 飞行不仅是一项技能 更是一种责任 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他希望儿子乔治也能从飞行中领悟到这种责任感 明白作为一名王位继承人 所肩负的使命与担当 乔治目前还无法合法获取飞行执照 因为法律规定必须年满14岁才能开始正式积累飞行实数 16岁后方可独自飞行 即便如此 乔治已经表现出对飞行的浓厚兴趣 他超爱飞行训练课程 享受着翱翔天空的自由与兴奋 尽管距离单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乔治的热情似乎预示着他将继承家族的飞行天赋 继续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荣耀 乔治王子的脚步并未仅仅停留在天空 他对潜水的狂热同样引人注目 在一次访问伯特利社区游泳馆时 威廉王子透露 乔治不仅是一名飞行爱好者 还是一位狂热的水废潜水员 他的第一次潜水体验 是在他1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威廉和凯特满怀担忧地带着乔治下水 他们以为这个小男孩会因为恐惧而退缩 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乔治在水下的世界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他在透明的海水中游异 与五彩斑斓的海洋生物亲密接触 享受着那种漂浮和自由的感觉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 潜水不仅是勇气的挑战 更是一场通向未知世界的冒险 乔治毫无畏惧 他似乎天生就喜欢这种冒险 将自己完全融入了那片神秘的深蓝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都是资深的潜水爱好者 2022年他们曾在伯利兹的一次潜水活动中 享受海底的宁静与壮丽 潜水不仅是他们的兴趣 更是一种家族的传承 威廉王子是英国水下俱乐部的主席 这一职位最早由菲利普亲王担任 随后传给了查尔斯 再由威廉继承 这不仅是一项荣誉 也象征着家族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守护 威廉曾表示 希望有一天 乔治也能继承这一职位 继续家族与海洋的连接 而乔治对潜水的热爱 似乎正在慢慢将这个希望变为现实 在他年幼时 威廉曾半开玩笑地说 乔治当时还是个抗拒洗澡的小男孩 很难想象他会爱上水下世界 如今 乔治在潜水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与自由 像他父亲一样 他正在大自然中发现自己的使命 乔治的成长方式 无一与传统的王室继承人 有着天壤之别 过去 王位继承人的生活被严密地规划 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查尔斯王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65年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在一次晚宴上召集了各方顾问 讨论查尔斯的未来 她的人生轨迹 从此被精心安排 甚至大学的选择都由他人决定 查尔斯对此曾痛苦地说道 你无法理解这一切都被别人决定的感觉 提前一年 就有人把你未来的生活规划好了 这感觉太可怕了 相比之下 乔治是幸运的 威廉和凯特王妃 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 给予了他们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乔治每天和妹妹 夏洛特公主 弟弟路易王子一起上下学 享受着普通家庭 孩子也能享受的校园生活 他的学校由父母精心挑选 注重个性发展和幸福感 而非单纯的王室礼仪与规则 查尔斯在乔治这个年纪时 被送往寄宿学校 远离家庭 孤独感油然而生 无法享受这种家庭的温暖和陪伴 威廉和凯特的教育理念 打破了王室的许多传统 他们并不强迫乔治 走一条预设好的道路 而是尊重他的兴趣和选择 飞行和潜水 这些在常人眼中 可能极具挑战的活动 在乔治的生活中却变成了一种 享受和探索世界的方式 乔治可以自由地追求 自己的兴趣爱好 包括音乐 绘画 戏剧和滑雪等多元活动 这让他的成长充满了欢乐与活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